为推广瑞穗香文旦又农产各地方各机关单位可以说是总动员 瑞穗香公所办理112年花莲县瑞穗香 赫钢文旦即农特产品的展售活动又见幸福 将在9月16号17号102天在台北的建国花市来办理 而将长吴万德结合在地文旦又青年 今天北上促销在地优质的文旦又农产 中午10分游览车准点平靠在乡公所前 公所人员与文旦又农青龙们陆续上车就座 乡长吴万德则上车座行前祝福与勉励 要去台北又见幸福 希望大家去了有卖好的成绩 在这边祝所有的旅途愉快 正值文旦又产季为了推广瑞穗文旦又农产 产区机关单位可说是总动员 除了农会的各式促销市集活动 相公所也结合幼农以及青农 今年中午会军北上将在这个周末 也就是9月16 17号一连两天 在台北建国花市办理瑞穗赫钢文旦又 即农特产品展售又见幸福活动 文旦又是我们瑞穗香的重要农特产品 瑞穗香的文旦又甜 保证好吃 现场也有瑞穗香的农特产品 也有极点树换赠品 文旦又彩绘 希望大家来共産圣旨 瑞穗香公所又见幸福 带着在地优质的文旦又农产 这个周末假日进军大台北都会地区 不仅要让都会消费者又见幸福 香公所也希望借此提升瑞穗文旦又买气 增加农民农产经济收益 记者11月蓝对策采访报道